勇敢的王子 从前呀,有个王子,他厌倦了宫廷里的生活。 他想到外边的世界去逛逛,于是他辞别了父母就出发了。 他从早走到晚,日夜不停地走啊,走啊,看到路他就走,因为无论走哪条路,对他来说都是一样的。 有一天,他走到了一个巨人的屋前,坐在门边休息。 他在休息的时候,左看右看,看到了巨人的院中有几个大球,还有像人一般大小的九根木柱。 王子呀,就来了兴致,他把木柱立起来,在麻球撞木柱。 木柱倒下的时候,他就高兴得又笑又叫,很是快乐。 巨人正在睡觉,被外面的声音吵醒了,巨人看见一个小矮人居然在玩自己的九柱球游戏。 于是呀,巨人就叫到了。 嘿,小家伙,你干嘛玩我的球? 谁给了你这么大的力量? 王子说,哦,你以为只有你的胳膊才有力吗? 我想做什么,就能做什么。 巨人满脸羡慕的神情,对王子说。 小家伙,如果你真什么都能做到,那你去帮我从生命树上摘个苹果来。 我有一个未婚妻,她想要。 我跑遍了世界,也找不着那棵树。 王子就回答了。 那么简单,我会很快帮你找到的,但是我不知道有什么会阻止我摘下那个苹果。 啊,那棵树长在一个四周围有铁栏杆的花园里。 栏杆前躺着吓人的野兽,它们紧紧地围住花园,谁也不让进去。 即使你进得去,看见了那悬在树上的苹果,但那苹果还不是你的。 苹果前面挂着一个环,谁想拿到那苹果,都得把手伸进环里去。 但目前为止,还没有人有这运气呢。 王子满怀信心地告别了巨人。 翻山越岭,跨骨穿林,终于来到了那个奇异的花园里。 花园门口果真到处是怪兽。 但那些怪兽一个个搭拉着脑袋,正在睡大觉呢。 王子小心地从他们身边跨过,爬上篱笆,顺利地进入了花园。 那棵生命树,就在花园的正中央。 红红的苹果挂满了枝头。 王子爬上生命树,伸手就要去摘苹果。 猛的,他看到了套在苹果前面的圆环。 他毫不费力地把手伸了进去,摘到了那个苹果。 突然,圆环鼓住了他的胳膊。 他只感到一股强大的力量传遍了全身。 王子拿着苹果下了树,打开了大门,走了出来。 这时,躺在门口的狮子醒了,顺从地跟在王子后面,像一只温柔的小猫。 王子把那个苹果交给了巨人,说:「怎么样,我毫不费力地就把苹果给你弄来了。」 巨人可高兴了,跑到了未婚妻那里,把那个未婚妻一直想要的苹果给了他。 但,他看到巨人的手上没有圆环就说了:「我不会相信这苹果是你摘的,除非我看到了你手上带有圆环。」 巨人无奈,只好撒谎说,网在家里了。 他想叫王子把手上的圆环取下来送给他,但王子没有答应。 巨人就威胁王子说:「如果你不给我圆环,你就来和我打一架,看我怎么教训你。」 于是呀,他们就撕打起来,但打呀打呀,巨人也没能伤着王子一根汗毛,因为王子有那圆环的魔力而力量大增。 巨人打架打不过,又想出了一个坏主意,他对王子说:「打了这么久。」 我都热了,你也一样,我们不如先到河里洗个澡,凉快凉快身子,再来接着打。 王子同意了,跟着巨人来到河边,先脱下衣服, 然后把圆环也从胳膊上脱下来,跳进了水里。 巨人呢,拿起圆环就跑,但那只一直跟着王子的狮子,马上就追了上去,从巨人的手中夺过了圆环,把圆环交还给了王子。 巨人恼羞成怒,躲到树后面,趁王子穿衣服的时候,把王子的双眼残忍地挖了出来。 可怜的王子说目失明,站在那儿,不知道如何是好了。 巨人牵着王子的手,把王子戴上了悬崖,想让王子坠下悬崖。 然后,他就能从王子的胳膊上,取到圆环了。 但那只忠实的狮子,把王子的衣服叼住,把王子慢慢脱了回来。 巨人看到了诡计,又落空了。 抓起王子,顺着另一条路,又把王子领上了悬崖。 但那只狮子,又看出了巨人的诡计,追上前去,推了巨人一把。 巨人就坠下了山崖,跌得粉身碎骨。 狮子把王子引到一棵树前,让王子坐下。 树边流淌着清澈的溪水。 狮子趴下去,用沼子把水溅在王子的脸上。 有几滴水滴进了王子的眼眶里。 王子突然又能看见些东西了。 王子就跳进水里,把脸泡进了水里洗了起来。 等他再起来的时候,他的双眼比以前更加的明亮了。 王子继续带着他的狮子周游世界。 这天,他来到了一座魔宫前,发现大门口坐着一位美丽的姑娘,但是浑身黑油油的。 姑娘对王子说,他中了魔鬼的魔咒,他请求王子救他。 如果王子能在这魔宫里住上三叶,魔鬼会竭力地折磨王子的,但是不会要他的命。 如果他能承受魔鬼的折磨不发出一点声音,那姑娘就自由了。 勇敢的王子拍着胸口答应了。 天黑的时候,他坐在大厅里耐心地等待。 到了深夜,从洞里拐角处,猛地钻出了许多的恶魔。 他们好像没有发现他,自顾自地坐在大厅的中央,升起一堆火开始赌博。 有人手气不好,输了,就说。 哦,房间里有个不属于我们的人在这里,我输了,得怪他。 众魔鬼从地上跳起来,一起向王子扑了过来,黑压压的越来越多。 他们把王子扑倒在地,抓他,掐他,拖他,拧他,拧他,百般地折磨他。 但是,勇敢的王子没有发出任何声音。 天快亮的时候,所有的魔鬼都走了。 王子累得几乎不能动弹。 天刚破晓,那黑姑娘就跑了进来,把一小瓶生命水倒在了王子的身上,为王子擦洗着身子。 王子立刻觉得再无痛楚,而且又添了一份新的力量。 昨晚你做得很好,但还有两夜,希望你能熬过去。 姑娘说完就走了。 姑娘走的时候啊,王子发现他的脚变白了。 第二天晚上,魔鬼们又来了。 他们同样又扑向了王子,比前一晚上更残忍地折磨王子,直到王子遍体鳞伤为止。 但是,王子静静地忍受着折磨,没有吭声。 天亮的时候,那黑姑娘又来用生命水治好了她的伤。 等她走的时候,王子高兴地发现,她全身已经摆到了手指尖了。 第三天晚上,魔鬼们又跑了出来。 他们尖声教导,要把王子给整死。 他们掐他,打他,把他当皮球一样,踢来踢去,扯他的手和脚,差点把王子撕碎了。 但是,王子还是忍住了,没有发出一点声音。 最后,魔鬼全都消失了。 但王子却昏倒在地,动弹不得,连头也抬不起来了。 那姑娘跑了过来,用生命水为她擦洗着伤口,她就再也不觉得痛了,还变得精神抖擞,神采奕奕的。 她睁开双眼,看见一个皮肤白皙的姑娘站在身旁,美丽无比。 姑娘对王子说,到楼上把王子的宝剑挥舞三下,一切便都获救了。 王子照做了,整个宫殿顿顿时挣脱了魔咒,姑娘原来是位富贵的公主。 仆人们对王子和公主说,餐桌已经摆好,饭也备好了。 于是王子和公主当晚在欢庆生中举行了婚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